哈喽大家好 那么今天我们的视频给大家换换口味 来介绍一下CF里面最垃圾的AK没有之一 对就是这把一万GP就能买到的AK74 那么这把枪呢 是我们在新手时期玩CF最容易买错的一把枪 因为在当年还没有英雄机武器的时候呢 很多很多的玩家 身上可以买AK47的等级了 都想着去三层里面买把AK47 但结果呢都买到了这个AK74 各位还真的别不幸 当年确确实实有不少的玩家身受其害 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当时气得我真的辛辛苦苦斩了把 对吧斩了那么久的GP 买了把这样玩意儿 那没办法 你为了玩AK47 你只能努力重新斩GP去购买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把枪的伤害非常非常的低 跟M16差不多 而且非常非常难用 以前我也给大家出过很多次的AK74的视频 有爆破的个人经济的 那么像我这么喜欢对枪的玩家呢 就算是拿着AK74 我也会选择在开局的时候 跟中备的GG枪来对一下 然后呢 这次给大家打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AK74 不知道什么时候加强了 因为我清楚的记得 以前这个枪和M16的伤害差不多 打头是70到80多 但今天我们在打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中远距离打头80多 近距离打头能打90多 然后这把枪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呢 就是感觉它像是用这个树枝做的一样 像是用这个木头做的一样 枪的外形特别特别丑 然后它有多难用 我就不说了 大家应该都知道 再者呢就是这个枪的声音啊 真的是听得让人感觉非常刺耳 感觉很难听 像是我做视频的时候呢 把这个AK47的声音给加速了 呃 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那种声音啊 因为视频加速比较多的话 它的音质声音会变得比较尖啊 它音频的音质会变得很尖啊 然后今天的视频素材呢 就比较简单啊 因为我感觉现在 这个Safe拿这种枪去打素材 真的比较难啊 我没有什么耐心啊 以前我动不动 我就给大家发个爆破 AK74的满心刷屏机警啊 你现在去拿这个枪打爆破什么的 压根认没法玩啊 说不定你真的打着很赞也贼的人啊 因为现在穿越维线 很赞很赞的人啊 很呆呆的 基本上很少很少啊 基本上就碰不到啊 然后早几天呢 哎 我在直播 我每天上线的时候 都特别爱用这个AK74啊 M60啊 M16之类的枪去练爆头啊 然后呢 不知道有没有老观众记的啊 有一次我用直播的时候 用这个AK74打个人进去啊 打了150多个人啊 而且爆头率非常非常高啊 百分之九十几的爆头率啊 当时这个直播间 有几个人跟我骂的 不要不要的 你怎么可能用AK74 打150多个人的个人进去 报道队还这么的高 你不开挂是什么 你再看看现在 你拿这个枪去打个人进去 你能抢到AC就有鬼了 现在的玩家呢 很少会给你去点他两枪头的机会的 基本上一下就给你秒了 所以说 你现在用这个枪 真的非常非常困难 然后后来 创业火线又出了一把AKS74U 我当年一直把它 它单程是AK74的升级版 结果今天一对比 我发现它比AK74还要垃圾 它的售价是12000GP 看枪的外形 像是这个锯断了一截的AK74 像是这个短枪 也就是冲锋枪 为什么说它比AK74还要垃圾呢 因为今天我用起它来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AK74都加强了 结果这个AK74 AKS74U 这个伤害还是原来普通AK74的伤害 近距离打头 80多一点硬血 一般都是83血左右 打升级的话 你不打个五枪左右 是不会打死人的 这个伤害也跟冲锋枪一样 然后它唯一的优点 也是跟冲锋枪一样 射速非常非常快 但是这一点 也导致了它的准心 弹得也非常的快 所以我们在玩这把枪的时候 点射特别容易打成连发 少射的话 也让人感觉很难很难控制 所以感觉这把枪比AK74还要垃圾 原本以为它是这个AK74的加强版 结果发现它居然还不如AK74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就给大家解说到这了 后面给大家放一小段的原声 让大家感受一下这把枪的射速 点赞关注我 下期视频更精彩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大家拜拜 快 简换 真的 变不乐 好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